第一回合現在開始 1分30秒 有數萬智慧新幣等著你們來搶 OK 準備好第一回合再準備請 助理 金光檔一詞的由來與詐騙集團 以現金還是以黃金行片有關 請選 陳怡凱 以黃金行片 金光檔起碼有40年以上的歷史 請揭曉 漂亮 還有跟大家講 金光檔其實已經行之有年了 大概在50年代的時候 他們就會兩三人為一組 然後在路上隨機行片 他們那時候都會騙大家 就拿一些假的金飾假的黃金 都在路邊引誘人上當 等到上當的時候他就會說 這個是我們一起發現的 所以見者有份要來評分 但怎麼評分呢 所以他就會叫這個被騙的人 回家去取現金來 那當然大家就為了這個黃金 所以就會拿錢來 就會因此上當了 來 請選擇 六樓之六 六樓之六 你知道這邊有大家的帳單喔 你知道喔 真的嗎 是 手開紀錄就好笑了 六樓之六 準備開箱 一萬六千元 我們這二十四個信箱 在第一回合 超過一萬的大概只有五六個 大部分都在一萬以下 請出下一題 根據統計 二零二二年台灣主導 最多詐騙案件的城市 是新竹市還是彰化市 請出拿 柯震宏 新竹市 新竹市有竹科的關係嗎 對 我是覺得這樣 你是猜的啊 我也知道咧 我是覺得應該是這樣 對 因為在那邊 感覺年輕人比較多 然後呢 比較有機會 比較多人被詐騙的感覺 新竹市媽 請進去 幾天在講的 好 你知道嗎 我們做了一個調查 在二零二二年呢 在這個第一線 林貴呢 就幫忙阻擋下來 詐騙案件 以郵局 來做一個調查的基準 居然呢 在二零二二年 阻擋下一千四百多件 這當中呢 即使阻擋最多的 不是六毒 而是彰化 光是彰化 阻擋了三百多件 金額非常的可觀 阻擋下八千四百多萬 可能會被詐騙的金額 所以真的是一個 非常驚人的數字 那基本上來講呢 雖然第一線 能夠幫忙防堵 但是呢 常常會出現在詐騙的 比如說IG啊 或者是臉書啊 這些相關的源頭 還是需要趕快解斷 否則呢 永遠都防不勝防 還是不斷地在網路上 不斷地來進行詐騙 那依你們看這八千四百多萬 是投資詐騙多還是什麼多 你們覺得 以去年來說 這個目前的詐騙趨勢 還是以假投資為大宗 因為假投資的金額 才會讓你有這個 想要去投取的金額更多 可以獲取更多的一個假象 假博士都走了 假投資還在 怎麼辦 來 再出 下一題 本詐騙一聽二掛三查證 的聽是指 聽清楚詐騙資訊 還是多聽別人的經驗 請教導 陳俊彥 聽清楚詐騙資訊 我都知道他騙我的 我聽那麼清楚幹嘛 就是要先了解說 這些資訊的來源是什麼 然後 有可能他的手法是怎麼樣 我想去了解說他的詐騙手法 然後進而向警察去做求證 因為別人的經驗 大部分我認為 通常會講越多的 可能都是被騙 比較容易會被騙的 就是你樂於去分享說 自己又投資賺了多少錢 但是大部分我們遇到這種 很多都是 以為自己真的投資賺到了錢 但是實際上 回過頭來再看就是 是才發現自己被騙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是認為 聽清楚詐騙資訊 希望你不要跟柯正宏一樣 請揭曉 看到沒有 柯正宏 看到沒有 所以要一聽二掛三查證嗎 我們先聽清楚 有沒有一些關鍵字 跟相關的資訊之後 馬上把它掛掉 不要再讓這個人 影響到你的心情 甚至可能會進而去匯款 那馬上要做的第三個動作 就是撥打棒詐騙專線165 幫你聽到我的資訊 趕快告訴警方 那警方165播通以後 他一聽到我的陳述 他就知道這是不是騙人嗎 不見得吧 原則上我們都可以 第一時間判斷 因為詐騙手法都大同小異 那現在居多的 還是以投資為主 那這樣看來明顯 只有投資比較好騙到錢 比如說現在很多假投資 就是他一開始都會在交友軟體 他從包裝 先從愛情詐騙開始 每天跟你聊天 OK 聊著聊著 他就會跟你分享 我最近在哪裡投資 先讓你對他產生了好感 對 每天就護身這樣叫寶貝 叫什麼親愛的 你為什麼那麼清楚 我受理的民眾 你受理 你經歷 看那些截圖 他們真的是這樣子 對 然後傳連結給你 叫你點進去 每天寶貝長寶貝轉機 那邊就有問題了對不對 就很奇怪 來 君妍寶貝 換你來學 六樓之二 六樓之二 很香 還可以啦 七千元 還不錯 他被你笑完以後耳朵變紅了 沒有 第一次看到誠哥 有點緊張 冷靜 請出下一題 西洋卡醫師 在掛屍時 往前算二十四小時內被倒數 其實用持卡人 需自行負擔 還是不需要負擔 請上來 漂亮 雪柔 不需要負擔 那超過二十四小時就要負擔了 超過二十四小時 我們還是會詳細地問一下 就是你事情發生的情形 然後來幫你處理這樣 請揭曉 好 在掛屍的往前算二十四小時內 如果一旦是被倒數 而且發現人的這個 他簽卡的這個簽名 其實跟持卡人的簽名顯不相同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其實持卡人是不需要去負擔的 但是如果是超過了二十四小時之前 被倒數的話 他會依據每一個銀行 有一個不一樣的約定的金額 但基本上並不會超過三千塊錢 一個自付額 就是可能在這一小部分 還是必須要持卡人來做負擔的 來 雪柔寶貝 八樓之三 八樓之三 準備開箱 普通 三千六 再出 下一題 想當銀行行員 需要具備投信投顧證照 還是信託業務證照 請進發 有 林孟宣 說話 信託業務證照 請介紹 信託業務證照 好 如果你要做這個銀行的專員 金融相關的知識 基本的嘗試 當然是要有的 並且還要有道德操守 那如果你要去考這些相關的執照的話 你必須只要有高中職以上的 這樣的一個學歷 就可以來進行報考 當然現在不少的銀行行員 你還要賣一些金融相關的產品 所以才需要額外去考一些 投信投顧的執照 或者是你還想要再升遷 才需要有更多的證照在手 來 林孟宣請選擇 五樓之六 五樓之六 喜歡住地下室是吧 開箱 普通 兩千元 很正常 有錢就好 那個沈文跟我們一起玩 好不好 沒問題 沒問題 你又在玩嗎 有 可是我都慢了一點點 都沒有玩到 好 來 請出下一題 第一次號房屋如果出現了 梁柱X的裂痕 還是牆角直裂縫 就要小心解構受損 這是不安全的 請請他 這次是我 是不是 來 沈文 答案是 我猜是 梁柱X裂縫 直裂縫就沒關係是吧 我想說梁柱是比較 是房屋的基準 所以應該如果是 梁柱有問題的話 才要小心 那如果是牆角的話 不一定是主要結構嘛 所以 可是 要看看 答案是什麼才重要 請介紹 好 當然呢 因為台灣處於地震帶嘛 所以常常會天遙地動 那一不小心 如果我們家中的建物 比如說女兒牆啊 或者是陽台啊 或者是呢 這個欄杆啊 有一些直線的裂縫 其實呢不用太擔心 做一些簡單的補牆就好了 但是 如果呢 這個裂縫喔 是出現在呢 這個簡力牆 或是重要的柱體跟梁 然後呢 有45度的斜向的裂縫 如果它出現了一些斜向 45度的啊 或是X型這樣的一個裂縫啊 就要趕快請專業的人員 來進行整個結構的補牆了 聖文 來 八樓之一 水塔邊 為你開箱 準備脫平了嗎 真的嗎 六百 還年輕 還有下一個回合 對 對 真輕 這邊先感覺一下 加油 加油 35秒 搞不好有三題 好 請出下一題 柔道和騎腳踏車 何者是腳雙膝蓋的運動 請去拿 舒雪柔 妳知道 來 騎腳踏車 妳是會柔道是不是 之前國中的時候 有參加過相關的運動 我覺得應該柔道會教妳一些 比較減少傷害的方式 但是騎腳踏車 可能會有一些姿勢跟你用力 倒作不對的話 可能相對來說傷害會比較大 我自己覺得 認為是騎腳踏車的舉手 全速通過 一起說就好笑了 請揭曉 怎麼會 這不對啊 學校練習的時候 都是斷手的比較多 對啊 比較沒有斷 在學校練習都是斷手 不是手 肩膀脫臼啊 不然就手折斷 要跟大家說 其實腳踏車呢 基本上啊 對於一些膝關節的退化 或者是呢 這個比較大腿 比較無力的人 他都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因為他可以加強我們的血液循環 所以他也可以做一個好的保健 不太會傷到身體 但是如果你做一些巴西柔術啊 柔道啊 其實呢 在做這些操作的時候 很容易會傷到我們的半月軟骨 或者是病骨這類的位置喔 一不小心可能會斷裂喔 請出下一題 新生兒健保卡要有付出身登記 還是需要有照片才能夠辦理 請上啊 沈文 出身登記 應該是吧 請揭曉 這算分算長了 好 因為是新生兒嘛 所以你很難去照它一個 很完整的一個照片喔 所以目前呢 如果要把它辦這個證件的話呢 可以是沒有照片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只要付出身登記 但是因此啊 如果呢在就醫的時候呢 就需要附上第二身份的證明 比如說像是戶口名簿的銀本 或是身份證 才能夠來就診就醫 來 沈文 七樓之舞 七樓之舞 等一下 什麼 怎麼都沒有帳單呢 奇怪 帳單 看到文字了 馬上來了 帳單 哇 這個敢是歎嘴 恭喜抽到陳君彥的帳單 帳單也該出現 第一回都快結束了 夜長 汽車牌照費 七千一百二十元 哇 妳好慘喔 賺六百 結果繳了一張七千塊 不要放棄 OK 可以... 還有二十二秒 請注意 狗狗強大的任路能力 除了嗅覺靈敏 也包含對地球磁場 還是空間感有敏感的關係 請想答 蘇雪柔 我覺得是地球磁場 妳怎麼知道 感覺牠們會有一些 超於人類的感知能力 所以我覺得是地球磁場 請介紹 非常好 好 今天在美國他們做了一個研究 他們研究了十種不同的品種 二十七隻不一樣的狗狗 不管天候的狀況跟氣候還有環境 有任何的差異 他們就發現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 每一隻狗狗都像是體內有 內建指南針 因為其實我們的地球 牠本來就有這個磁軸 牠有一個這個無形的磁力在裡頭 狗狗牠假如有短時間的衝刺 牠就能夠產生羅盤跑 去感應到這個磁場 所以牠就能夠分辨出南北方向 請選擇 我選五樓之二 離那麼遠應該不會是上單了嘛 對不對 準備看一下 八千八百元 陳怡凱 有沒有發現 休息了很久 他們趕不上來的 你知道嗎 十三秒 可能是最後一題 請出題 將無糖茶當水喝 要小心聖結石還是膽結石 請搶答 兩個同時按 柯震宏跟林夢軒兩賽選 剪刀石頭布 我還沒出 你出 剪刀 我還沒出 剪刀石頭布 耶 還耶耶 妳講話 聖結石 喝的都是無糖茶啊 感覺那個茶會有什麼沉澱物堆積 請 好 如果要避免聖結石 大家都知道要多喝水 可是呢 多喝水跟多喝無糖茶 這是兩回事喔 因為茶裡頭含有什麼成分呢 就是草酸 所以呢 一旦我們攝取太多草酸進去 就容易會產生草酸改成基 就會變成結石嘛 所以因此喔 如果你喝了一杯無糖茶之後呢 最好要再多喝五百CC的水 去把它淡化掉喔 那也要提醒大家啊 就是呢 在這個喝無糖茶的時間啊 盡量也不要超過下午四點 否則也會影響到你的睡眠的 來 孟軒姐 請選擇 七樓之六 七樓之六 最後一題 開箱 只出現一個帳單 好少喔 兩千五 第二回結束 報告一下大家的目前的得分情況 陳俊諺七千元 柯振宏 淡薄名利 陳一凱 從頭在那邊 打一題就一萬六 除在那兒 沈文 付的六千五百二十元 然後雪柔 一萬兩千四百元 林孟軒 四千五百元 蘇雪柔 還有陳一凱 這兩位 掌聲鼓勵 恭喜兩位賽事領先 全新賽事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的 快點來訂閱